来自大学的王浩田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学术分享 首先我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位报告人 杨如斌博士 杨如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超薄性能源材料的研究 他2008年毕业于北京花工大学材料学院或博士学位 08至14年先后在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和美国来自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6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在Nature Accounts,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dvanced, Enquance Me, Nanoletter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著名期刊 发表论文100余篇他引1万余次 ESI高倍影论文22篇 单篇SI他引超过200次论文有12篇 授权国际PCT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有事与下 2017至2019年他连续三年入选了美国库瑞维安高倍影科学家和SWARE中国高倍影学者 今天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报告是关于超薄二维新能源材料这样一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报告 杨老师您那边可以开始 我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您这边可以开始吗 各位老师听见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胡老师的介绍 也感谢陈亚男老师的邀请 让我能有机会跟大家通过网络的平台 对疫情期间还可以进行学术上的交流 我接到这个通知 然后发现这个报告的时间比较长 都是大概50分钟左右 所以我就把我这几年做的超薄二维材料的 超薄二维新年材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一个总结 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应该来介绍一下 我应该介绍一下解决背景 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容量高功率的这种储能器件 其实是新能源器材材料是飞行器 以及新能源的储存系统的一个核心 然后其中这种锂基的电池的能量由于能力密度高 然后在这个新能源器上已经带到了大量的使用 然后2019年的时候 这个锂电池也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化学奖 其实最开始锂就是以金属锂的形式 然后用于土能的 然后它的这个容量 锂动容量可以达到3860毫安时每克 但是当时就发现了有这个锂资金的问题 然后并且一直没有在那儿解决 所以后来就发展了这种host的材料 包括这个Good Enough 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它的这个磷山贴力等等这方面的 还有这个碳 复习方面碳材料都是用这种成装的 来处理理质的形式来进行储能 这样的一个电池也成为这种摇移式的电池 但是这类层间的它储能的时候 它又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能量力就很轻 然后它的这个像负极的话 它的这个理论容量就是372毫安时每克 那么这样的话 它现在商业化的也达到了360毫安时每克 然后这基本上达到了它的一个瓶颈问题 所以难以获得是既具有高容量 又具有高功率的这种电池材料和全电池 并且由于这个电池在这个层间的这个传输 它是符合这个非克地道领域的 但是理理是在这个层间的扩散的速度 扩散的时间 对它的这个扩散距离的平方是成正比的 跟扩散系数是成完毕的 如果一个材料是一定的 那么它这个扩散系数就是一定的 如果它的扩散的距离从10个微米降低到100个纳米的话 那么它的扩散时间就可以从5000秒降低到0.5秒 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律 这个有很多的老师像国有国老师也经常的介绍 但是我们就在想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构筑这种高活性的超保二维材料 那这样的话它的理理的扩散就具体比较多 有可能能达到这种快充快放的这种电池材料 并且我们可以找这种高活性的 然后再提高它的这个这个容量 这样可能达到这个继续有高容量 继续有高功率的这种电池材料 那我们知道了 其实最薄的材料就是石墨烯 它是以SP2的形式来展化的 然后它并且是石墨 然后这碳氮力管 碳溜灵等的基本的这种构建单元 然后自从04年石墨烯的繁衍之后 一系列的这种二维材料 包括这种二维的碳化物 氮化物硫化物 一级氢烟化物等等 然后都逐渐的被报道出来 然后它们有很多的这种特性 比如说这典型的就是超保 它一般的我们做出来这种二维材料 单程的话都在小于一个纳米 并且具有高的比较面积 还有可调的这种Bandegap 还有导电性 还有很多是这种很柔软的这种材料 还有很多是扣明的 那么并且还可以进行二维材料 整整组装 这么组装之后 比如说现在最火 可以组装之后进行磨脚 来到这种具有磁性 或者是操造这种性质的这种材料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可控自备 我们刘忠范院士 还有张景院士经常会在报告里说 自备决定未来 就决定着未来的应用 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主要做两块 一块就是如何做这种超宝的二维材料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做出来这种二维材料的这种性能 真正的发挥出来为我们的土能甚至于转化所用 所以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块的工作 就是做超宝二维材料方面 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主要是做这种超宝的就三明治的这种二维材料 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我在08年的时候加入到达国马普索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做二维材料的方式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10年的时候 10年之前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种方法能做到这种单层的二维 就是这种玻璃的方法 你可以用这种机械玻璃 包括04年那篇就是那个盖们他们发的那个文章 或者诺奖的都是用这种交代单的方式 就是靠这种机械里把这种石墨的三到三层 这种方法 后来也发展了这种氧化石墨机的这种方式 这叫Harmus法 然后这样可以四党里能做出这些二维的材料 但是并没有别的方法能做 并且我们的储能用这些材料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样还是那样的问题 容量也不是特别的高 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寻找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法 来做出这种二维材料 然后08年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了一个最新发表的工作 当时最新的就是李丹 澳大利亚的李丹老师 发了一些Nation Nanotechnology 他系统研究了这个氧化石墨机 表面的这些观众团 跟这个列车电位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通过这个PC值的调节 可以知道 当这个减性的调节下 那么PC值大约在10左右的时候 它的列车电位将近这个不得无实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氧化石墨机 能够在这上面溶液里面均匀的分散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工作之后 当时想到了 因为我也做过一些表现和音机的工作 当然就想到了这个杨力的表现和音机 比如这种CPAB它能不能通过这种静电的作用 给它进行一个吸附 把这种表现和音机吸附上面 然后我在控制这个实现的条件 在减性的条件下 让这个胶素来进行组装 形成这样的一个表现和音机组装 形成胶素 然后再进行细节一些金属盐 那么就可能摘到我们想要的这些 带有金属 带有活性的二维材料 最快是我们摘到了这个材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形状是很漂亮的 这跟氧化石墨机的这种形状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二维结构 然后它的厚度是我们通过这个调剂盐的浓度是可调的 一般的可以做到10个纳米 然后到100个纳米 这里面然后描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30个纳米 我们就很容易做到 然后并且这个材料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有丰富的孔结构 这就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表面和音机 它会形成胶素 把这种表面和音机的胶素去除之后 那么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孔的这种结构 通过Matching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碳啊 硅啊 氧啊等 都是均匀的分散在我们这个片里面的 然后并且那种这个氧化石墨器 我们通过这个加热 比如说800度的时候 然后这个氧化石墨器就可以变成石墨器 这样的话它就会导电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形状还是保持的 孔结构保持的也很好的 然后我们测了一下BEP 它的比较面积可以达到将近1000平方米每克 然后并且孔镜是在两个弹子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在想 然后这个材料它里面的石墨器就不会再像我们通常的加热的时候 它会团聚 因为被养化物所包围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团聚 这样就均匀的在上面这个里面 当然我们还可以调节不同的材料 比如像Max这样 然后其他的二维材料 也可以同样类似的方法 然后做出来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三明治结构的淘宝二维 然后用到不同的领域 所以沿着这个工作 我们当时做了很多 因为这类材料它具有高的比较面积 然后淘宝的结构 还有这种MairPulse的这种结构 然后因此它可以比如说做超义电容器 做铃铃电池 然后当然它可以做Santa 也可以做推化 就H1等等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工作做了一个系列 然后大概做了差不多12年的时间 然后这里面从10年我们开始发了一些工作 到我们20年还在继续从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实践关系 我这里面是给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这个作为铃电池的这个电极材料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到我们有活性的金属氧化 比如二氧化菜 然后涨到这个上面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大概在50个纳米 这样的话 这个材料作为一个电极材料的时候 那么它每一个片里面都含有一层什么体 这些是单元一层的什么体 而这样这个石墨烯就像一个尾极流体 就可以保证整个电极它具有高的导电性 并且它又有这种孔结构 有利于这个里的这个快速传输 因此哪怕就是含有这么含量很低 一般我们是小于5%的这个石墨烯 它的背离性能力可以看到大幅度的提高 这里发现我们这个方式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把这个石墨烯能应用上的一个方法 并且这个石墨烯在这里面是不团聚的 我们当时还在想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这种片层结构的 很容易抽成膜 比如说抽成膜之后你可以吸电解液 然后你可以吸液态电解 也可以吸凝胶电解液 也可以把它进行固化形成聚合物电解液 都可以做到这个孔里面 然后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定解式 这种定解式比如说做铝流电池的时候 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流是会穿梭 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两个纳粒的孔就可以阻止这个流的这个穿梭 然后并且这个孔结构还可以均化这个里面均化这个 这个这个离子流 所以让它这个有可能能提到它的循环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就抽类了一个这样的膜 大概是20个纹米 然后经常给你一页 然后之后做呢 你可以看到在铝这一侧的时候 它的循环文件是大幅度的提高的 目前它这个来看的都是铝 都是有这种小颗粒组成 而不是这个就没有看到资金 而我们通常用的这种PP做膜的话 那么它这上面就有大量的这种铝资金的这种生成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膜放到中间 然后正面看它这个对锯流的这个阻挡的作用 我们发现这个锯流放到这一次 而正面放到电底液之后 你可以看到24小时之后 也基本上没有这个这个锯流的穿梭 然后而这个PP格膜的话 你看24小时基本上颜色都跟正面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定量的进行了 通过它的这个浓度 然后来测定量来给出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总体来讲 我们这个材料在电极上进行应用的时候 您会发现它的这个背离性能都会明显的提高 循环纹性应用在300次循环之后 衰减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储能上 也是有一些这个应用的 后来就是封印了封印量了老师 还有这个上海高中大学的麦一荣老师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换这个表面活纹剂 比如换成这种这种聚 这种聚合物的这种变形之后 然后它带到的这个孔就更大 然后有时间还能带到一些定向的这种孔结构 当然它也做了一些 比如是超级电容等等方面的一些应用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 还是我们认为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么随着这个二维材料的这个发展 这个二维材料不仅仅是一个二维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更想关注的是做这种 原子级的这种 原子层的这种二维 然后我们知道 比如2010年之前 就是只有exploration的这种方法 10年之后又发展了 又发展了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类 一类就是这种top down的方法 这种top down呢 就是才用了这种半导滑的这种承转材料作为前举行 然后你通过一些玻璃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是机械玻璃 你可以是溶液的液线玻璃 你也可以是电脑线玻璃 然后玻璃之后呢 就可以带到这种free standing的这种二维材料 这类材料呢可以做的量相对大 但是它的单程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一般的单程率呢是小于1%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其实到目前呢 也没有解决了这个单程率的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bottled up的方法 什么bottled up的方法 最典型的就是CVD 然后它是用气墙的这种圈曲体 然后给这些金属波压和金属氧化物的波 来进行反应 然后带到这些二维的材料 这一块我们国家的这个刘忠范老师 还有这个这个成为明院士 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还比较好 还有我们从YCE当时回来的那个刘正 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 他也在这个CVD上面做的还是挺好的一些工作 这些工作都可以进行做元器件的这个 这个 当然它的这个产率呢 你可以看到都是在这个 这个微米级的这种 然后还有这个微克级的这种 就是不能够大量的来进行自备 所以我们当时呢 就在想 还有没有别的这个 progress啊 或者是方法啊 来自备的这种二维的这种材料 然后当时呢 我们注意到一个优劣的工作 就是他认为这个mess啊 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它是有很很大的一类 你可以看到这个m是这个黄色的 就这么一大类的这个金属 a呢 现在也有一大类的工作 还有这个x的责是这个碳和氮 它这类材料呢 它看上去也是成装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也是基本上是成装结构的 但是不同的是呢 它中间不是泛的化力的作用 它是有这个金属的 然后填充的 那么金属给它里面呢 会成键 那么这里面呢 会有这种离子键啊 金属键啊 甚至于共甲键的这种存在 所以通过这种玻璃的方法 是玻璃不开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很难做到这个二维 然后当时呢 一年的时候呢 URY发展发 就是发展了一个方法呢 就是这种克制的方法 它用的是这种除化氢进行克制 克制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层间的这个a层啊 金属层给克掉 然后把这个金属层克掉之后呢 就可以带到这样的一个啊 碳化物的一个碳化物 这样的一个材料 那么它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表面呢 还会被克制过程中呢 产生一些光灯 光灯团 这个四倍的发展呢 现在这一类材料啊 包括这个211的312的413的等等 这一类材料进行了一个大概有30多种 现在已经被报道出来了 那我们就跟学生讨论呢 那么这样的方法可以做Messon 那能不能做这个啊 就是除了这个Messon之外的这种二维材料 当时呢 我有一个博士生长这个啊 杜志郭同学呢 我们当时商量了 就说能不能找一张一个气象的产物 我能给这个啊 这种非泛的化合材料呢 进行反应 然后把这个成员克制掉之后呢 这个像这个碳化物 Messon的这种碳化物层呢 通过戳谱的方式 转化成这种硫化物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带到这种 比如说像硫化物的这种材料 那为什么我们当时选这种 呃 这种硫度化合物的气体呢 因为硫度的这种气体呢 它的反应活性呢 没有这种硫度的那种反应活性呢 比如说符啊绿啊那种反应强烈 然后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 比较温和的一种气氛呢 那种反应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啊这个反应的一个激励 所以我们以这个目指探来为例 啊对这个刘海青的这种反应 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反应过程中呢 会得到两种产物 一种是主要产物 在我们的反应管里面 会得到一个主要的产物 然后我们在反应呢 啊 这个炉子的窗口啊 会有一个层级的一些产物 我们就把这两种产物啊 然后收集了之后呢 去做SRD 我们会发现主要产物里面的 这个max向的这个产物啊 所有风基本上都消失了 通过这反应之后 然后全带的呢 是一些流度的啊 比如说像这个流化木的这种材料 然后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副产物啊 我们收集了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啊 基本上是一个很纯的这个流化质 啊 这样呢 我们就认为这个流化质啊 是一气象的形式 是出来了 然后所以才能导致这样的一个反应 在持续的发生 那我们在想那个这个A 要想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A里面有铝啊 有硅啊 有质啊 C啊 当然现在有加呀等等 有很多的 那我们就啊 考虑这样怎么样才能形成气体 它跟这个温度有没有之间关系 我们后来发现呢 它这种一个物质 它也相当 相当气体的话 那么跟温度呢 是之间呢 有这种啊 克拉修斯克拉佩洛方程 然后我们把这些流氏化合物的这个啊 增弃啊 这个温度之间关系呢 查出来做了一个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每个物质的 它的反应的最低 这个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在啊 900k以上 才有可能发生反应 并且不同的这个A项呢 克拉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调解了这个A项 然后这个 比如说这个太硅 看着这个硅的这个A 还有锡的 还有锡的 还有铝的 然后就通过不同的温度进行反应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所有的原料的这个风 都是消失的 取而代之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流氏化合物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手术上已经有的 或者是能买到的这个这个三元的max呢 max像啊 四元的max像啊 还有一些非max的这种 啊 非三代化的这种固体啊 然后通过我们的流氏气体来进行反应 你可以看到都带到这种流氏化合物 它们的这个啊 这个结构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我们这个气氛中呢 引入一些混合气体 来自备出一些特殊的 然后二维结构 那么你可能会问呢 你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超普端的方法 还有这个包子阿术方法相比 它有没有什么优势 能不能成为第三类方法 这是我们也也是一直在思考的要问题 那么我们就依这个例子 这个木者叹为例呢 进行反应 你会发现反应之后呢 带到的都是这种手风心状的这种流氓木 这个流氓木呢 就是你我们传统的用这个巴尔克的流氓木 想做手风心状的这种流氓木 或者膨胀的流氓木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把它的层间进行膨拆 然后这个方法呢就可以把它进行膨拆 然后你用切片方验的这个片 在这里面是在这个材料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片 就是很中反的这种状态 并且这个质量呢还比较高 然后跟液晶玻璃的这个流氓木相比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个蓬松结构的一个材料 你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这种 比如说放在IPA溶液里面 简单的这种玻璃 然后就可以带到大量的这种单层的这个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方法 做出来这种单层率呢 可以达到31% 然后远高于我们那种液晶玻璃的那种单层率 是小于1%的 我们这里面当然也能看到这个 这个两层三层四层的这种 我们认为呢可能是由于这个 还是这种半的滑利的作用和导致的 后来我们就在尝试呢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材料 把这个做成这种盆盆开的 然后或者是接触比较少的这种材料 那么这样去转化的话 那么它的单层率呢可以达到91% 这样呢这也是目前呢 这个单层率啊 流氓化物单层率报道是最高的一个值 那我们在想我们除了要得到这种高的单层率 然后它的产率之外 那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方式 因为流氓化物来讲我们很关心它的项结构 那我们就用这个maps呢 磕了之后呢这个就转化成这个啊 锡化钛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手工形状的一个结构 并且XA的来看呢还是比较纯的 然后我们剥裂出来做球差电竞呢 会发现啊这里这个结构呢 还是比较完美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6个亮点 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按键 我们知道这个球差电竞的这个SPM的这个成像啊 就是它的这个呃 原子蓄数越大 它就在这个上面就越亮 那我们知道这个锡的原子蓄数呢 比这个钛的原子蓄数要大 所以这个亮呢是这个锡 中间呢是这个钛 是点形的一T像结构的一种材料 那我们就可以调节LH 可以调节一T 然后做出了一个像调控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还在想 我们还能不能做出一些新的RV 用这个方法 然后因为啊 比如说阳粒子掺杂了这种流动化合物 因为阳粒子它是带有这个呃 呃 这些电子的这个分度不一样的 那么它对这个材料的这个变血性能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传统的用这个玻璃的方法 玻璃了这个硫化木啊 硫化物啊 这些硫化物之后 你再想掺杂一些阳粒子进去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这个原料呢 它里面这个阳粒子呢 是可以形成这种混合相的 就是四眼的MAT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就可以把这个啊 摘到了这个阳粒子掺杂的啊 这个材料 这个结果都跟以前一样 我们可以发现呢 比如说我们通过E 含E的这个材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E啊 这里面掺杂量 基本上达到一个单元姿态的一个掺杂 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二而去向的一个结构 当然这个E的存在形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同步辐射来进行分析 通过同步辐射分析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E呢 主要是E E流和E氧的形式啊 这个键盒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我们知道E啊 它的这个D键的硅道 只含一个电子 那么它就会吸 就吸周边的这种木啊 还有流的这种电子 然后进行形成一个孤岛式的这种 这样的话就会极低极大的降低它的这个电导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电阻呢 是显著的是升高的 那我们有时间是需要这种电阻低的 有时间是需要电阻高的 尤其是金属下面 那么我就在想那通过这个方法 我还可以进行混合气质的引入 比如说像铃银蒸气 因为铃银蒸气它是多电子的 这种电子的引入 有可能会诱导它的这个一气象的发生 就非电子就可以诱导这种一气象的发生 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铃呢 可以成功的被引入了这里面 这是一个原子级的一个Mapping 可以看到它这个这个铃呢 大概在这里面 是一个类似于三分散级的 然后在2.6%的这个含量 那我们通过这个球差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有6个暗的点 中间呢有一个亮的点 这个正好给我们那个一气的细化态 正好是成像相反 那我们就在想这个乌和硫 因为乌的原子叙色比硫要大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圈呢 这个浮量的6个点是硫 中间的亮的点是乌 这就是我们画起来的一个一气象的一个一个结构 这个呢 通过这个这个线呢 分析呢 可以看到这个乌和硫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排序啊 就确定了我们可以带到这样一气象 可以把它进行一气象的这种这种这种诱导 那么这个一气象 其实还可以通过这个拉曼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因为拉曼里面一气象 最典型的就是接一和接二这两个特征风的存在 最近我们这个材料呢 啊 在空气中进行放置一年以后呢 我们又去撤了这个拉这个拉曼之后 发现它还是比较稳定存在的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材料是在900摄氏度所得到的 所以它的这个一气象还可以耐高温 我们知道通常所做的硫化物的一气啊 一般是擦锂离子 然后就能做出来 那么它锂离子擦出的这种一气象 然后它的这个稳定呢 在200摄氏度最多稳定两个小时 然后有时在空气中就会自己的变成2H 然后这以后做催化呀等等 这个方面应用呢 啊都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这里面呢 还可以带到一个这个高稳定的一个台来 那我们在想 为什么呀会形成这样的一气 又为什么是稳定的 因为我们呢 就仔细地分析到我们的这个主材料面 然后发现这个义存在的位置呢 有那么几种 第一种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义取代了屋的位置 在这个屋的正中间这个位置 这就意味着它这个义啊 是比这个流是成电的 还有一些呢 你可以分析呢 出来这个义啊 上面还有0 这个存在啊 这个义0件 还有流和0进行结合 那当然这个件啊 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同步辐射来进行表征啊 然后我们做了这个义的啊 配变吸收 还有这个0的配变吸收 我们通过义的配变吸收 可以证实义 在我们这个材料中 是以一氧一流 一灵的形式存在 而通过0的开变吸收呢 可以看到呢 这个0是以0流 灵异的形式来形成存在的 那么当时呢 就跟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的这个周小龙教授 周小龙当时也是在Rice 亚浩森组呢 是做博后 然后我们以前呢 就有些合作 所以当时呢 就跟这个周老师呢 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工作 然后呢 想知道 理解一下 通过计算的方式来理解 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稳定 然后他就计算了这个0 一流的这种建核 在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材料 它的一体向的这个能量 跟这个2H的能量是非常相当的 这就从根源上揭示了 为什么我们所做出来这种 一体向结构呢 是很稳定的 然后我们也测了它的建核性能 我们会发现呢 可以发现呢 这种一体向呢 是这种普通的 我们做的这种流化物的这个 这个它的电脑率呢 大概是它的三 三个输卵机 然后相应的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竹啊 从这个到欧级别 到了这个千欧级别 这样的一个提高 当然我们这个方法还比较普适 可以用来转化七塔的非泛滑的这种固体 比如说这种彭化木啊 灰化木啊等等 都可以转化这些流入化化物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方法啊 有这么五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高的这个单程率 然后可调的相变 还有这种超稳定的这种亚纹像 以及这种啊 达原子掺杂的这种 这种啊 这种流入化物 还是比较普适的 与这种超固当然和波特阿富方法相比啊 至少我认为有两到三个这个 独特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种超高的这种单程率 这是超固当然和波特阿富都是做不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得到这种超稳定的压纹 压纹像 这也是那两种方法做不到的 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新的材料 比如说那个羊绿子掺杂的这些啊 过渡精度流入化化物啊 这样呢可以做一些新的材料来 我们这个工作啊 当时发到Maker之后呢 也同期呢 被这个啊 韩国的一个啊 教授呢 然后进行了一个啊 给了一个这个啊 啊瓶术 然后他用这个这个这个名字 然后就是一个普世的一个措施 来做二维材料 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方法呢 来自备这种空气中2G 2G的这种材料呢 然后是一个工业化级别的 这是对于我们二维材料推向市场的 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当然他认为我们这个方法也解决了这个 下一代的这种器件的自备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们认为我们这个工作呢 还会对这个领域呢 产生一个啊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他根据我们的这个啊 工作的内容呢 也做了一个图 然后就是说 哎这是一个反应体系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那个气氛的一个反应体系 然后呢 可以得到这种膨胀的这种啊 流通化合物 再通过这种玻璃 就可以得到全是这种 单层的这种墨汁 然后呢你可以进行做一些啊 薄膜呀 用柔性器件呀 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啊 这个推化啊等等 啊 这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屏数 然后就不再介绍了 然后我们当时呢 啊就认为我们这个做出来这种2D的结构啊 啊 你比如说可以做这个能量的储存啊 推化 还有柔性电子等方面有应用 那我们最最最熟悉的就是能量储存和转化 所以我们最开始呢 就拿我们这个一期的材料 来去做了一个H1R 我们发现这个H1R之后 它还是非常稳定的 当然我们这个膨胀的这个这个材料啊 这个膨胀硫化墨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材料的 呃 我们当时呢就把这个材料做一个很厚的膜 因为它可以吸电于液 就理论上来讲做的比较厚的话 啊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啊 就是推化的这个啊 可以接近这个工业级的来进行推化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方面啊 如果大家有对这个啊 这个膨胀的硫化墨 如果认为还有什么应用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进行合作 当然这些硫化墨也可以做这个啊 储能了 比如说像锂离子电池的时候 那么它的容量呢 可以达到1200毫升每克 这些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费力性能也比较好 到140个C的时候也是啊 非常稳定 然后3000次循环也没有什么衰竭 其实呢 从它的通风链形态上来看 它其实类似于超级电池器的一个行为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块工作 就在支援上 我们一起要尝试着 发展一些新的方法 来做新的这种二维啊 或者是做出来更好的一些二维材料 那我们也介绍了 这些二维材料产生之后 它在最后的应用 在这个储能和能量储能和转化方面 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应用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基于这个二维材料的这种特性来做储能 我们比如说用那些二维材料的这种二维结构 然后它的柔软的特性 比如说做包袱啊等等 我们都做过那些那些工作 还有组装啊等等 今天有一个实践关系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近期啊 在这个基于这个二维的烫化物 然后做这个金属力负极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我们因为有我们实验室一定做出来很多这个max 然后就很容易就 采用这个优略的这种克制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这个max下 然后这个max下呢 它也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这个超导啊 暴露的面啊 以及表面观众团 尤其这个观众团 你可以有符啊 然后清氧根啊 包括前前前几天刚发了一天science 就是调这个观众团 然后可以调它的变形性能 甚至达到超导 对这种性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材料呢 它也是类似于三明字结构 但是这个三明字它是原子结构来定三明字的 而不是我们啊 以前做的那种啊 比较宏观上的一种三明字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材料可能在储能上也是有用的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金属力 因为金属力的容量很高嘛 然后随着固材电池的发展 最终呢 负极肯定是要走上这个金属力 也就是终极目标是肯定要走上金属力 那我们当时在想这个二维材料能不能够 就为我们这个金属力所用 我们当时呢 做了一个这种模 之后呢 试图跟这个力复合啊 就怎么样都复合不上去 因为这个力的这个表面张力还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就想采用我们传统的这种做千层饼的这种方式 把这个二维材料看成一个面粉 然后撒到这个上面 然后通过这种遮叠滚压的方式 就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滚压成这种二维材料 那么金属力也会变成这种超薄的二维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层层的这种二维材料 那么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呢 解决这个力啊 贴队啊 符合材料清啊 都不像清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二维材料 不管是像清的还是不像清的 通过这种滚压的方式都能够符合到里数据里面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手头上的二维材料 比如说碳化物啊 石墨烯啊 BGDN呢 然后进行了一个啊 这个复合 然后我们去测试的时候呢 很意外的发现了 只有这个Maxin的性能最好 比这个石墨烯还好 然后我们就200次循环呢 他在这个这个over potential啊 是增加1.5%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当时报道的最高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啥 他的这个过电位 你可以看到这个32毫浦 也是当时报道最低的这个过电位 然后比这个石墨烯的106毫浦 还有纯米的200毫浦呢 还有低很多 那我们就把这个电池扣开之后 看一看这个啊 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导致他的这个啊 这个啊 一个好的一个性能 我们最开始认为呢 他是可能是由于这个啊 这个刚性比较高 因为这个可以 一直这个里的这个这个生长 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 后来呢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电竞 比如这个原位的这个托车电竞 来看一看到底是 是不是在这上面啊 然后涨值已经被他压住 然后我们发现电竞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通过电竞的时候 因为里他比较轻啊 很难看到 但是在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呢 你可以看到通过充电的进行 这里啊 是在这个二维材料里面呢 逐渐逐渐呢 来瞧这个方向啊 来进行涨的 你可以看到 逐渐逐渐的涨到这个里边的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涨这种子冰 然后当这个涨满了之后 你再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旁边长子冰 这个旁边有里的地方 反而在涨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啊 来来来来涨这个子冰 可以看到这个颗粒的逐渐的长大 然后最终呢 把这个电池呢 会转入 所以并没有在我们这个二维 这个这个方面呢 来进行上面来进行展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啊 我们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rolling folding 这个方法还还挺有意思的 做金属里上面 而并且这个二维的撑合呢 有可能是控制里的这个资金生长的 一个很好方式 所以我们后来呢 又沿着这个功能呢 然后又开始一些尝试 那当时呢 就是曹正江同学呢 就是来了我们组呢 进行读博士 然后我们就是说 用这个滚压的方式 可以滚压成一个卷状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种简单的 就用这种铜 那么这个锂呢 就跟铜呢 就形成这种正裂 然后形成这个正裂之后呢 你还可以调它的这种宽度 比如说你用这个厚一点的锂 或者是薄一点的锂 就可以调这个这个层 这里面的这个锂的宽度 通过这个条宽度呢 就可以调整这个 就是它均匀化铃子的 还有均匀化电场的这个作用 我们也通过这个模拟啊 然后来模拟这样的一个正裂结构 然后铃 你看这个铃脱了之后 这个铜就会暴露出来 然后当这个在沉积铃了之后呢 还形成了一个比较均匀的一个材料 那么通过这个铃子流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相对比较均匀 但是这个尖端上尖端的地方呢 还是会存在着这种变长的具体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材料呢 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是深双深双 因为我们的这个金属锂负节啊 是很难深重深双的 因为因为很多这个 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这个金属锂用的时候 都是层级1毫安时 都在1毫安时进行测试 很难能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 我们这里面做到了大概50毫安时 每平方粒米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材料进行扣开之后 我们会发现了这个材料 它在这个上面仍然会响资金 但这个资金似乎涨的方向不一样 就是它会沿着这个方向涨 是重想的涨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那种推迟方向来进行的涨 然后这边涨的还厚度 还挺厚 你可以看到这个厚度沿着这个 这个虽然是正裂 但是它上面还会涨很厚 然后都是涨的这个铃的这种资金 这种结构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阵列结构 并不是说就能把这个资金能够完全消除掉 那我们在想我们这个max的这个材料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做阵列 做了阵列之后这个max层层 你可以看到这一层一层的这个这个材料 那么塔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吸电一夜 均匀化这个 这个再进一步的来进行均匀化电厂和离子油 这个作用 你看到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变成了离子油就更加均匀 这样的话去做的时候 加上这个max的一个称核作用 那么它可能会能解决这个 这个圈端荒电的脚印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比较了我们这个二维材料 比较这一块是max的 而这一块呢是还丢的 这是铜的 你看铜上涨的这个资金最明显 对吧 然后这个鸡屋上面一样是长出金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金也是涨的 只不过它涨的资金的厚度呢 要比这个铜的要稍微薄一点 但是我们发现了意外的发现这个max这个材料 它基本上都涨到这个材料的内部 而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缝起 并且没有资金在这种生长 然后并且呢 它这个从铜换成max之后呢 因为铜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整个电极的这个容量只有这个970毫安时每克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换成max之后 你看整个电极的容量可以提高了2000毫安时每克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并且没有这个资金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样它的寻发寿命就比较长 然后背离性能也比较好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背离性能 是一样高于传统的各种电极材料的 那我们在想我们这个二维材料 一直还是没有真正的说 安定这个二维材料是不是成何 所以当时呢就让另外一个学生 叫当底呢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二维的一个模 我们就是采用这个马兰割金效应 然后通过这个二维材料在不同的容器里面 就是会出现那个咖啡 咖啡环的那个效应 然后它会聚集 那聚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二维呢 进行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很薄的 一个微米厚的这种薄膜 然后这些这个二维材料呢 会这种平行的这种堆比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来理解 这个米到底是不是沿着这个方向来进行生长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工作 那做了之后呢 就测了它一些过电位 你会发现呢 我们这个材料中max 比如说我们传统呢 是在服观众团的 在服观众团的这个max的过电位呢 就源于比这个虫啊 比这个痒啊 风端的这些max 它的过电位也小得多 并且呢 我们还在这个它的这个电极上面呢 测通过这个HPS 测出了这个浮化锂的这个存在 我们都知道浮化锂 是对于这个金属锂的这个循环 是非常有益的一个S研磨的成分 我们就发现了 这类材料它的循环问题性还是比较好的 过电位也比较低 那我们就认为呢 如果用金属锂的时候 这个锂呢 会在这上面涨四斤 而我们这个材料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涨四斤 我们就尝试着啊 表证它的整个这个生长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在不同的这个呃 呃 称积量 里的这种称积量的时候 它逐渐逐渐的在长的就是 相当于一个片一个片 来进行生长 我们认为它是沿着这个二维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方向来进行生长 就是相当于二维 是它一个撑合的一个模板 然后来进行撑合生长的 然后最后呢 会长成这样一个比较啊 大面积的一个一个平满 一个金属锂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金属锂 就是有那个二维的片 上逐渐涨啊 然后进行进行逐渐的进行 涨到一起 这样的时候它还会看到这个啊 有这种东西 但是呢 我们并看不到这个资金的这种成长 即使我们进行加大这个呃 啊积极量 你可以看到这个积极的 从五个华安石每平方里面 到三十个华安石每平方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即使三十个 华安石每平方里面 那么它这个里的 还是表面很光滑 就没有这个资金的这种成长 类似于俄兰石造成结构 然后我们在想 是不是就是由于这种压力造成的啊 我们给了一台一个压力 然后是不是就就因为压力造成这样的一个生长呢 我们后来呢 就把它试图把它做成一袋缝起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 啊 虽然我们上面可能说 多变成的时候会给一个压力 但是我说它流出缝起来 让它去生长 是不是让它长金属里 啊我们会发现呢 它并不长金属里 也是长这个 这个 这种俄安石造的这种里 你可以看到这样 你给它一个缝起 它也是逐渐逐渐把这个缝起填满 虽然这个缝起都是以这种俄安石的这种结果来定生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二维材料 其实有一种这个费谈呢 还有这种外延成长的这种作用 啊 这也是解决李资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措施 啊 我们认为在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方法 啊 我们现在呢实验室还在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方法 然后作为全电池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循环的稳定性 你可以看到这个循环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费地性呢也会提高的 这是在电池上 当然我们啊 目前还可以进一步来调这个这些材料的一些 二维材料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三原子的封端 三原子的这个啊 这个刀品 然后来做这个麦克森里面 啊 这样你去涨李的时候 这个李啊 基本上都延着这个涨 它最后会涨一个空心的一个一个球的结构 啊 这有些时间关系啊 这个方面啊 啊就不再进行介绍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啊 做了一些这些二维材料的一些 这个理流电池方面的一些工作等等 这个啊做的比较多 然后总体来讲啊 这一个啊 总结啊 这我们克里主呢 主要是在这个超薄的新能源材料方面 来进行啊做工作的 我们主要是关注于这种合成方法 来合成这种啊 比如说是超薄的啊 三明治结构的二维材料啊 以及我们这原子层的这种二维材料 然后呢 来理解它的这个结构和性能 然后呢 最终呢 应用到我们这个储能领域 这能量储存呢 还有转化的领域 能去得到这个高能量密度的这种电极材料 最后借这个机会呢 也感谢一下啊 这么多年的一些梁思义有合作的 包括志明杰教授啊 封星亮老师 还有这个啊 宋华和老师啊 还有这个啊 Rice的阿杰阿教授 还有这个 毛泽索的卡斯米兰 还有我们课题组的一些啊 学生啊 还有一些老师啊 李松梅老师啊 李丙老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肚子过同学 所以我们那个二维材料 就是这位肚子过同学做的啊 做了啊很长时间的一个工作 啊 最后谢谢大家啊 啊就有感兴趣的啊 同学那样啊 也可以到我们组来进行做佛号啊 这个位置都是敞开的啊 可以对我联系 谢谢大家 好啊 感谢杨老师给大家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啊 现在来看一下b站这边的一个留言 杨老师您那边能直接看的话 您可以调选一下问题 我可以先说一下前面提到一个就是关于合成的 就是有人问什么是拓扑法 关于这个合成的啊 他跟常规的其他的合成方法有什么区别 想问这个事情 这里面前面呢 我给了一个介绍 为什么我们当时把它定义为拓扑的方法 我们知道拓扑本身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啊 然后它是数学上的一个拓扑的一个变化 然后后来被引入了化学领域 叫做拓扑化学 但是拓扑化学呢 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是菊 拓扑化学也叫做软化学 对吧 软化学中的一种 它是一个 它的这个金歌呀 就是你比它最典型的就是这种插层和拖线 对吧 就是插层和拖线 那么插层和拖线之后 它这个金歌是不变化的 对吧 然后当时我们这个发现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这个材料呢 它这个max就是mx这个碳化学层 是逐渐转化成 在这个基础上转化成了这个流化学层 转化流化学层 它是金歌是拍到变化的 比如说碳化学层 最典型的金歌是这种rock source结构的 就是那个熔岩结构的 就岩石结构的 跟那个硫化纹结构是一样的 而我们转化成这个2H结构的 甚至于ET结构的 然后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发生了一个脱谱的一个反应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又有一个化学的 转化的反应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词 并到了一起 叫做脱谱转化的反应 不再典型的是这种 给传统人脱谱化学的那种 嵌入脱嵌 然后它的结构保是一样 是不太一样的 至于说这个方法 跟其他的方法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觉得这个 一个是我们这个方法 它原料是不一样的 对吧 可以实现这种 以前这种 非战断化的材料 是不能够做二维的 是吧 就很难做二维 这能做max的二维 不能做这些流化二维的这些二维 然后 当时我也系统来总结了 这个跟top down 和post up方法的区别 就是有一个总结 对吧 这个总结 我觉得我们最为重要的 就是一个我们能这个方法能带到这种单层 然后并且还是比较稳定的 它可能还带到一些新的二维 所以我认为这是给他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嗯 对 我觉得像 锂电池这里面 因为电极反应 一种是牵入脱出 另外一种是转化 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 就是关于这个脱部转化和非脱部转化的 对 这个我们也受邀正在写一个中处 我们会把这个来进去阐述清楚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稿了 您看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关于单层是如何统计的 是不是只通过tm的一个观测 好 这样这个单层统计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用通过afm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统计 对吧 afm的方式统计就是你可能更随机 然后不一定能反映它的全部 所以我们当时用了一个切片的方式 就是你通过切片之后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是一层还是两层 你比如说我们像两层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看到这个两层还是三层 这样的话是反映的更为直接 并且更更可靠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些材料做成了一个切片 然后发现了来 我们一般的统计会上发到位置 然后把它给统计出来的 基本上是这样 还有问为什么拓扑法转化层间距会变大 这个问题 对这个层间距是变大 是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反映 反映了之后 它会产生气体 就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它会产生气体 产生这个Az这个气体 这样气体之后它会在层间 因为我们反映的 当时速度比较快 对吧 就跟膨脑石膜一样 如果你这个层间如果有气质的话 就会把这个层间撑开 所以它这个层间距会变大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问有没有其他的 关于单层的一个证据 我觉得是不是光谱 比如说硫化木单层 是不是荧光这些也可以证明 荧光可能也能证实 可能也可以 对 因为现在的话 现在最好的方式的统计 基本上也就是AzFM加这个签面 是吧 我觉得这个数据的话 基本是靠谱的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很直观了 已经很直观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票里面 你是找不到两层的 对 这个如果你要是有多层结构的 你切一个一片 这里面我们的文章 什么Information 我们放了6张还几张 你可以看 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层结构的 然后很少很少能找到这种 两层结构的 三层结构的 我们都没找到 这个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这个你可以看到 你想找到多层的很容易的 是吧 对 这是一个统计的 统计的手段 可能它有别的方法 统计方法也可以去做 比如拉曼 拉曼它两个 两个拉曼封的这个间距 是不是能说明 拉曼 拉曼 比如刘晃木动 它两个拉曼封的一个间距 应该是能说明它是单层双层 三层三或者多层的这个 释帽系的我知道是可以的 因为释帽系它有一个2D版的2D的方 它是比较清楚的 能表承它那个2D更强弱 但是在硫化物的2D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反应出三层和多层的 我原来指摩的时候是可以做的 就是摩长两层 一层两层三层或者多层是能区分出来 两个拉曼封之间的那个 那是可以去做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有人问为什么SEM看着这么大 AFM测却很小 这个SEM我觉得是最直观的一个证据 因为你没有破坏它 你反应出来之后你直接去看 它就是很大的 但是你要想做AFM的时候 你是不是做的比较稀 对吧 然后那个票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堆积 所以你在进行一个超声的一个处理 然后一般的超声之后 我们还得选比较没有团聚的 对不对 你就可以带到了 你就相对来讲你找到的 比较稍微大一点 你还不敢去找 对不对 你看看他那个你找的时候 尽量的找一个小一点的 相比平一点的 主要你是测厚度 所以说AFM的话 这个测的话就更少一点 那个信息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 这边 这边 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的点就是关于这个代表性的问题 主要关注在这个统计的这个有效性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很多也是专门做这个的相关的一些 对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来讲 我觉得统计来讲 可能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吧 是吧 但是对这些材料来讲 你只要能做到 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做的数据 是单身91 你有可能能做到95 是吧 也可能到85 这个数据 其实就在误差方面之内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你比如说你可能多统计了一个 你统计一般个 你可能多统计了两个单点 你可能会多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 怎么说呢 是一个 相对的一个标准 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我是这么觉得 但是它都能反映出这个材料的一个 本正的一些特性了 是吧 你玻璃的你去统计 你去切片去统计一下 你可以看看 你看有多少 是吧 包括那片science 当时是science 在那个锅里的 当时也统计过 是吧 这个也是统计过这样的一个后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般的像这种统计的后组 都是放到spot information里 能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就可以了 但这个方法还是 我觉得还是蛮独特的 我发现Johnson Johnson Corleman的这个 它外足标都没有给出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给出来 你数字量足够大的时候 才说明你这个统计是比较有效的 对 对 因为你看它这个 我记得它是用ASM统计的 你就更不能统计的 可能连一半个的统计出来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个取决于这个量 你要是如果 比如说做3万个的统计 那有可能会更反映出来 这种真实的效果 对 然后 刚才有一个人问这个 除了这个碳化碳之外 还有7塔的Max文定性 对吧 文定性的稳定性 我看好了 这稳定性 其实这个Max呢 它主要是这个金属 就是金属的崩端 它导致于它不太稳定 它有 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前两天有一段Max的会议 10周年 然后有两个人 两个老师来讲这个Max的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就是他们都认为这个Max呢 有一个认为它会被氧化 就因为这个表面的观众团 这是这个金属 所以它容易被氧化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他认为这会水解 就会发生这个水解反应 然后它这个带有氢氧针 就会水解反应 所以它是比较不稳定的 然后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呢 他们前段时间发了一个Sans 他们也在替换这个观众团 可能替换了一些观众团之后呢 我看他们也在手道箱里做的 估计在空气中也不会特别的稳定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Max呢 一个发展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他们也认为 比如说在低温下 你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这足足它水解的反应发生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把它 你做出来之后 马上给它冻干 冻干了之后呢 然后你分散到 或者是以这种 本体的来进行存放 或者是放到有几种几种 没有水氧的体系统 然后来进行保存 这是现在一个保存的一个方法 我看是不是也能放在一些 比如说含有水和井的这种溶液里面 因为铜纳米线一般是需要这种保存 对应该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是吧 应该有可以 为什么买不到 我觉得这个 这个Max这原料 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卖 可能三四年前卖的地方 现在应该还挺多的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当时做的时候 是在就是14年那样 14年左右那时候开始做的 那时候Max就是很难买得到的 虽然我们只买到了太铝碳和太灰碳 就是这两个是能买得到的 当时还很贵 我记得是很贵 就是到万块钱 当然我记得我们花了两三万块钱 买这个原料 然后之后我们实验室就开始合成 其实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Max都是我们自己合成的 后来才录制续续续的 国内才就是有些公司才出了 现在我觉得好像很容易买了是吧 现在我看好多公司都已经卖了 对 你们是用传统那种方法还是用那种SPS那种方法做的 我们传统的这种球膜加高温烧 OK 这种金属粉的球膜 然后加高温烧 然后就是这种 你的球膜机也要放在那个手套箱里是吧 我们是密封的球膜罐 你把球膜罐进行密封 然后再进行球膜 那个铝粉没有爆炸的危险 好像还没爆炸过 我当时想做但是担心它爆炸 对 量要少一点 我觉得量要少一点 量要少一点 所以有一些Max确实是买不了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一些Max确实是很多是我们自己合成的 我记得当时多多光光 同学光合成这些Max确实都用了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雾小蛋 像这些Max确实我们都合成过 我们现在基本上像这几个Max确实我们都合成 就我们现实是这么合成 其实如果我们要去开公司 应该也能卖点原料 是 因为我了解可能大概三四年前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卖的很多 基本上都是各个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出来的 开的小公司在卖 对 你看这些基本上我们都全合成过 像蔡葵炭和蔡理炭 我们是买的比较多 最开始买的是比较多 然后最后我们也自己合成 因为自己合成的原料比好多 买的还好 因为你外面的纯度你可能不太好保证 我们以前买的有些杂质含量 就是纯碳化物含量比较高 有这个问题 有的是不好控制 对我们现在也有两个程度在做这方面的原料方面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原料也做好 对 也希望我们一会儿能开个公司 能又把这个麦克斯也能卖给大家一点 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做科研更容易一点 我觉得这个现在应该是有很多机会 大家可以选择在比如说个网站上买 或者是去跟国内的一些不同的课题组进行合作 这个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原料 对 对 是的 我看 关于还有一个就问 咱们这个合成方法的操作难度怎么样 重现性好不好 我们用这个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用的是这个流化青的这个反应 当然那流的反应 或者吸的这个反应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就是它的危险性比较小 那流化青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路 很好的一个 就我们实验室当时我记得花了20万 然后来装修这个实验室 就把这个就是纯粹的做这个管路的管线 就花了20万块钱左右 然后把这个管线布置的当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的危险性 就是在我们实验室来讲是比较小的 然后在一些没有就是没有你气力处理这个能力的 我建议还是还是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它对整个实验室 还会产生挺大的一个影响 重现性上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我们在做过的 就像渡渡过同学做过的 这个我们重复过很多次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后来也放量了 包括一些像这些西化菜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也是重现性很好的 然后包括这些 你可以看到也是手工具状结构的 包括这个也是手工具状结构的 可能每个材料 它的手工具状结构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大部分都是能做出来 重现性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刚刚看到那个表格有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你们用硫化氢做出来的 基本上用硫都能做出来 那是不是用硫就可以了 基本上除了硫化坦和最下面的 对 基本上如果你要求这个硫化氢气力反应的活性比较高一点 然后我们知道的话这个膨胀率会更高一些 然后硫化的话膨胀率相比小一点也能做出来 也能做出来我觉得 大家重复的话也能做出来 应该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你要通硫化氢 在管制卢里面通硫化氢的时候 你可以一直通一直通 开的气瓶就一直通 你硫的话做为SVD系统的话 你一般翻在左边的这个低温区 进气口的低温区 它可能很快就挥发完了 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买的硫化氢气体 这个高压气体 我们买了一瓶气体 硫化氢是可以一直通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八百度合成 那么温度肯定升到八百度 然后再进行气体的通硫 你不可能一直通这个气体的 然后我们的硫是采用的 就是两个CVD的方式 就是前端我们有时间 用那个就是加热套来进行加热 就是你前端放一堆硫粉 然后你的加热套 给它缠到这个硫管上 然后你通过外面的加热套加热 带这个流来进行升温 然后这个温度你最好控制好 不要让它一下子反应的太剧烈 这样你能够发生 它要混到一起肯定不行 你跟流直接混到一起是不是 很快就会打完了 你可能都没到那个反应的温度 就会打完了是吧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导电性好 吸星性能差的问题 导电性好为什么吸星这么长 导电性好也是相对的吧 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电性好是一个相对的 还有一个吸星的反应 可能它还是有它的测试的一些技巧 我是这么觉得的 比如说它的表面表面的 你给地理液像轻的程度 什么之类的 我们这一个当时就是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做H12也没怎么做过 然后当时就是简单的就是尝试了一下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改进 是拿这个样品直接去做的 你要去优化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会更好 优化的话可能会更好 因为还有一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E 因为我们这个材料里面这个E 对催化有没有族性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就是我们在怀疑这个E 就是用我们也做过一篇文章 用刘纯去做那个刘花木的 那个Tugger协议就比较高的 我欢迎这个E 对于做这个推法 可能还反而不是这么好事 是这样的 我觉得杨老师对 你说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性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可能你要说性能作为目标 你还得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而我们做的时候 这个材料 我们在尝试做出来 看有没有一件新的材料 然后再简单的测试一下这个性能 是这样的一个设论 好 那我建议 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下 Haramillo在Science上发表的那篇 那篇review 就对这个刘花木 以及薄契的这样一个HER 一个感性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报告 就只能先到这里 结束 我们也将会在一两天之内 会把这样一个报告的一个视频 上传到我们的B站的一个空间上 也希望大家或者是没有充分 理解到我们今天内容的 以及错过今天报告的老师和同学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回放 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在屏幕下方提醒提问 当然也欢迎杨老师在有空的时候 去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回放进行解答 好 谢谢大家 行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杨老师的一个报告和解答 好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开启今天的第二场的报告 今天为我们带来第二场报告的是来自大学的王浩田老师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汪老师的一个情况 好 汪浩田201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应用物理博士学位 2016年起任哈佛大学罗南学者并组建科迪组开展独立工作 他在2019年加入了莱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系任助理教授 科迪组专注于发展新型电化学催化剂 电化学催化反应器 研究不同催化反应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实际应用 汪老师的科技组已经在Science, Nature Energy, Nature Catalyst, Cam, Joe等顶尖杂志上发表了60余篇论文 连续多年入学,全球高病学者 他担任Nana Letters,早期职业生涯顾问委员 荣获奖项包括加拿大高等研究院全球学者 威尔奇基金会研究奖,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 Role Campbell Faculty Award等等 今天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报告是关于电化学制备基础化工品 从催化器到反应器的这样一个话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报告 好的,谢谢胡老师的介绍,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OK,好,谢谢,谢谢胡老师的介绍 也谢谢天津大学陈亚南老师的邀请 能够有机会在科研云的直播平台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课题组过去几年在电化学 飞化反应的这个 催化剂的研究和反应器的研究里面的一些 见解解和想法 王老师,你还没有共享 还没有共享你的 哦,sorry,sorry 现在可以看到啊,OK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首先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就是说一些很general的背景介绍 就是说提到化工啊,可能应用大家脑海当中的一个这个画面呢就是这个很大型的这种化工装备,对吧 化工基础设施 然后呢甚至呢这个传统化工面临的一些挑战包括呢我们所说的环境问题 因为很多大型的化工企业呢这个必须要通过它的能源供给必须要通过这种煤啊,化石燃料的这种燃烧和燃放 所以它的污染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特别是传统的化工企业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化工厂存在一些这个危险品的存放啊,泄漏啊,爆炸等风险啊,这些挑战和风险呢都是我们传统的化工产业啊,在面临现在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要求不断提高,而面临的挑战 所以我们呃这个研究领域呢或者说我们自己课题组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一些呃目标呢是想走出一条比较革新性的这个新一代的化工路线 我们的技术呢是想通过利用这种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清洁电能,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个存存储在地球地底下的这种化石燃料的燃烧啊,能量的释放呢 我们想利用这种绿色的电能作为能量的input,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水空气或者二氧化碳作为这种无害的干净的原料 然后呢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电化学催化剂 把这些富含有氢碳氢氧氧氮等元素的分子啊,像这个水空气二氧化碳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想把它的这种化学键啊,重新的组合安装 通过这个电化学催化剂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达到 得到我们的一些非常基础的化工产品 这个目前啊,就是我们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大家可能一些比较了解这一块电化学催化这一块的这个同学也知道 就是说,目前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实现像这种电化学催化反应制成化工品的话 已经达到几十种在人类社会里面广泛应用的这种化工产品 包括我们经常用的乙醇啊,这个甲醇啊,氢气对吧,水分解可以做到 然后呢,乙烯包括还有一些刷氧水等等的非常基础的大量使用的这种化工产品的 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电化学的方式来合成 那么这个电化学的合成的话,相比于之前我们看到传统化工呢 它有明显的一些优势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这种大型规模的化工厂 可以分散式的去合成这些在当地合成这些这个所需要的化工产品啊 另外呢,就比如说包括这个双氧水,特别这个可以举例说明的是呢 双氧水是在大型化工厂里面合成生产的 所以它的这个distribution就是说这个这个要运输到各个地方的 这个用户当中的过程当中呢,双氧水会分解很多 而且它也是一个高浓度的情况下,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荒物产品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生产双氧水从中心的工厂的直接搬到当地的用户 那么你可以节省掉很多这种运输的费用和存储的费用 另外像这种电化学的合成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利用的是电能 清洁的电能,比如说从太阳啊,这个水电啊,风电来的一些能量 它是很干净的啊,另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非常干净的这种原料水空气等等的 所合成出来化工产品呢,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绿色安全的 这个低碳排放,包括呢在很多的一些不断的有势力证明呢 我们通过这种电化学合成的化工产品呢,它可能能得到的这个 这个生产成本呢,可能会比相比这个传统化工呢更有优势一些 大家也可以,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那么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当中 我们的这个,这个solar energy,就是比如说这种renewable energy 包括风能电能,风能光伏发电的电能,它的电价啊 是在世界各地不断的进行的刷新,在现在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在过 五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很多地区上很多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风能发电和这个 耐能发电的电价会跟我们原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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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发电的电价呢 有的一比,所以这个呢会直接导致我们刚刚刚所说的 能够给我们人的社会带来很多的呃干净的大量的而且很便宜的电子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这些很简单的呃分子 它二氧化碳氧气等等的把这些电子包含起来啊 啊通过这个电化学催化剂的作用呢可以把这个能这些电能呢储存在这些 简单的化学键里面啊达到我们生产化工产品的目的也有也有一些 应用前景是比如说这种能量层储等等的一些方面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大家可能最近几年呢做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这个二氧化碳还原的这个反应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反应很感兴趣呢 其实是源于这个反应的这个多种路径啊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呃化学方程式可以看到啊 你把二氧化碳通过注入电子和质子的这个这个作用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合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碳氢化合物或者是这种 碳氧化合物包括一氧化碳甲烷对吧 到碳二产物的话有乙烯乙丸到乙醇 呃甚至到碳三产物到丙丙等等的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路径 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远景的设想 比如说未来的五十年一百年的情况下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可能把所有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在收集回来通过这种呃新能源的电能 或者是呃其他的能量在输入回二氧化碳当中 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呃炭循环 所以导可以呢使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啊 不再至于呃进一步的升高 导致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呃全球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远景的一些设想吧 但如果我们再去考虑一些比较近期的应用场景的话 其实呢这个二氧化碳还原在制备一些特殊的化工产品 比如说CO这种呃一氧化碳或者是钾酸这种东西的情况下 其实他在不断的吸取呃这个市场的一些呃 driving force就比如说这个呃加拿大有一个这个呃 非常出名的呃这个多伦多大学的教授 Ed Sargent 他们之前就做过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呃分析啊 就说如果我们考虑未来新能源电价在五每分每千瓦时 这一个level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左边这个蓝色的这个代表的是呢呃 现在我们市场的价格就是不同化工产品 现在目前市场价格那么这一这一条呢 是代表的是呃如果我们利用电化学来制备这种荒蜂产品 他所需要的成本是多少 那么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说这种简单的一氧化碳和钾酸的合成呢 如果用通过电化学它其实是有一些市场的 这种driving force在里面 因为它的合成的价格有可能会比我们传统的这个合成价格要更加低廉一些 但是呢要想达到这种目标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说呃因为你有几条非常重要的这个呃参数啊一定要达到 首先呢就是说你的製备装置一定能够非常大规模的量产 因为像比如说假酸二氧化一氧化碳这种量产量啊 这种大型化工厂的量产量是非常大的啊 如果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每平方厘米的电流密度低于某个数量的时候呢 你所需要的前期的这种投资呢会非常大这个将会变得没有任何的经济效应 所以我们所定了一个基基础的目标 就是说你的电流密度至少要大于100到500毫米平方厘米 另外呢在这么大的电流密度的情况下 你必须得保证你的选择性要高于90% 就说你二氧化碳环游大家也可以知道它有这么多不同的产物 那你如果说我们的选择性对于某一个特殊产物的话 降的比较低的情况下它也很难去很高效的去生产这种荒蜂产品 而且在这么严苛的条件下 大电流高选择性的持续的operation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必须稳定的运行几千个小时 我们这里只写了一个比如说大于1000个小时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它能够稳定运行5000到1万个小时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呢达到这样子我们所需要的 这种成本去compete传统的化工产业 那么所想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些参数啊 我们仅仅光靠设计催化剂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科技组一直强调就是说催化剂的设计 和我们的这个反应器的设计一定要结合起来 才能有可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参数 去跟传统的化工产业进行一些比较 那么过去的几年呢我们科技组就着重于研究这两块方面的一些这个研究 一个就是催化材料的设计和研究 另外的一块呢就是这个新型反应器的设计和研究 那么这两块的话呢其实它并不是独立在发生的 其实我们科技组里面经常会有新的催化剂发现以后的话呢 一定要先应用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这个反应器里面 然后呢他们相互之间会有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呢 还有这个给给相互之间提供不同的feedback 然后共同的这种提升和创造新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些这个二氧化碳还原的材料设计 因为大家也知道从这个反应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二氧化碳还原啊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反应 它有这么多路径 所以呢它其实主要含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challenge 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必须要有这个proton的参与 就是这个质子也就是说你必须一般的情况我们是用水来提供这种质子 你的反应环境当中有很多水分子 那么你当你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二氧化碳分子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分子 那你需要把电子注入到二氧化碳当中呢 一般情况你要加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负电压 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负电压的情况下呢 其实你的水啊农业当中的这个水啊 它也可以去接收这个电子 也就是说有这个HER的反应就是这个日清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challenge 也就是说二氧化碳还原过程当中呢 这个氢气的competition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路径的话 它其实它的热力学的simal dynamic potential limit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都跟氢的至氢的这个simal dynamic potential是很接近的 也就是说呢 你即使有电子能够被二氧化碳接收 进入二氧化碳以后啊 它可能能够走不同的反应路径 一氧化碳呢 甲烷都有可能 所以呢 即使你有电子进入二氧化碳 但是它的选择性有可能会变得很低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碳2甚至到碳3产物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电子转移数很多 达到最多像这个碳3达到18个电子转移数 如果说其中只有一步啊 这个电子转移呢 变得比较缓慢的情况下 你整个过程的这个activity会变得非常低 所以它特别是对碳2和碳3产物高阶产物的话 它的这个活性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呢 在我们在设计这种催化剂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催化剂对于这种反应 这个路径的控制是相当重要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 在我们设计催化剂的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着重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个 proper的electronics structure 就是它的电子结构 为什么电子结构对于催化剂有那么重要呢 我们很以这个吸氢反应来举例说明的话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这个催化剂在这里啊 你的这个质子呢 首先呢 要跟这个催化剂的表面呢 形成一个chemical bond 那么你呢 电子是通过这个chemical bond呢 进入到这个质子里面变成氢原子 那么两个氢原子再结合起来生成这个氢的这个氢气分子 然后远离这个surface 那么大家也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电子结构啊 这个催化剂的电子结构啊 对于这个催化反应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的电子结构其实决定了你跟这个反应中间体 也就是这比如说这个氢离子啊 它的结合能 那么你如果呢 这个把这个氢离子吸附的太牢的情况下呢 你这个氢分子这个飞出去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变得很困难 因为它bomb的太紧 如果呢 你bomb的这个氢这个氢原子的话 如果是非常微弱的情况下呢 那么你第一步反应啊 你这个这个电子转移的反应又会变得比较慢 所以你为什么要一个很优势的很合适的这个电子结构的催化剂 就是说你要bind这个intermediate 即呢不很强也不很弱 所以才能达到最优的这个反应这个反应速率 那么对二氧化碳还原那就是更重要了 就是说刚才说的是吸星反应举例说明 但是这个电子结构对二氧化碳还原就是更重要 因为你有那么多反应的这个路径需要去调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钵跟金两个之间只差一个电子 那么它的这个电子结构啊差别很大 那么导致呢 他们两个在二氧化碳还原的反应过程当中 选择性活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钵大家也知道是最好的hr的这个催化剂 它基本上不会产的不会还原二氧化碳啊 那么金呢是目前所知道的啊 one of the best这个二氧化碳还原到CO的一个反应物啊 这个催化剂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 从这个这个这个noble metal转移到一些比较low cost transition metal上面 比如说铁骨镍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呢 对铁骨镍作为二氧化碳还原催化剂的这个选择啊 并不是很看好 首先第一呢铁骨镍呢 它是很好的hr催化剂 所以它本身呢就能很容易去产青 那么肯定是大家不喜欢看到的 另外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知道铁骨镍这种transition metal啊 它很容易跟CO2还原的中间体也就是CO啊 这个结合太紧密 为什么呢 这个这个大家可能也能这个在生活当中体会 就是说我们如果人体吸入很多二氧化碳以后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个铁铁含量啊 它就会跟这个一氧化碳bind很紧 也就是说氧气就不能交换人就会窒息而亡 这个跟催化剂的反应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nickel这种催化剂 如果一旦有CO在表面生成 它很难就托付出去 也就是说这个反应就会停止 其实我们克里组一开始的时候啊 也不知道做什么样子的催化剂能够还原二氧化碳 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哎 我们何不如试一下这个大家都说不行的话 我们试一下是不是行 那么结果呢还是不行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氢气的产率啊 这个选择性啊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一氧化碳产生啊 很trace amount 0.1到0.2个百分点 可能只有这么大的一个选择性 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的电子结构改性 让它变得呢能够选择性的去还原二氧化碳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催化反应里面基本上这种催化剂 很多大家都会都会把它做成纳米结构 因为它的这个表面积啊各方面东西会很很优势 也会会具有优势 但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进一步把它的这个size啊 把它缩小到甚至只有一个单元子的这个大小 我们这里所说的单元子并不是说一个单元子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浮在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个单元子啊 或者真空当中的单元子 我们所说的单元子是把这个金属金属的呃呃原子啊把它分散开 让这个nickel和nickel原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化学件的一个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它是其实confine的一些比如说碳基底上面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电子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从一个这个continuous band structure会变成一个这个呃 isolated band structure 这种大的变化呢 很有可能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呃完全不同的催化反应的结果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理论化学家呃 伊恩斯纳斯考合作啊呃去计算一些这个聂单元子 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二氧化弹还原的一个活性位点 我们呃这个做了很多不同结构的simulation啊 就是说在这个single vacancy里面这个nickel在double vacancy里面 或者说有这个蛋的配合或者没有这个蛋的配合等等啊 然后去进行这个理论计算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计算呢是每一个elementary step 都会考虑到包括从这个absorption到activation 到最后的这个co的formation和这个desorption都有考虑 那么大家如果先关注到这个呃这个镊金属表面 你会发现呢这个二氧化碳的activation的barrier呢 它其实不是很高很容易就在nickel的表面呢被活化 但是一旦co形成了以后它的这个desorption的barrier会变得非常高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表面氧化机会中毒 那么如果看这种单元子的位点啊 虽然它的这个呃活化能啊会显得比较高一点 比这个镊镊金属的话但是它co一旦形成以后 它desorption会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种单元子的位点有可能会形成 这个呃呃呃让二氧化碳能够选择性的和 会还原成一氧化碳 那么当时呢我的博士后呢蒋坤现在是上海交大的这个副教授 就合成了一批这种啊 这种灭单元子的呃呃炭基化合物 嗯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完完整的去合成 只合成这种镊的单元子 其实当时就是把碳和镊啊 这种前驱体啊全部混在一起 然后进行呃 拟领那么合成出来其实是这种 这个呢其实是镊的nano particle 这个是graphine的这种shel包裹的很严 也就是说呢这个水分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 进入这种镊的nano particle里面你的HER呢 其实我们把它给block掉了啊 嗯在这个graphine的shel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镊的呃单元子 我们后来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就是里面有没有镊的单元子啊 然后里面如果有镊的原子的话 它是单元子还是cluster 如果它是单元子的话 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呃结构 那么我们通过不断的一步一步回答 这几个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证明了啊 其实在表面是大量存在镊的这个单元子 我们所用的证明方法是一个叫做atom probe tomography 呃这个方法呢呃在呃 其实在催化反应催化剂的表论里面用的比较少 我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嗯这个原这个atom probe tomography 其实你的工作原理就是说你先把你的这个sample啊 把它做成一个针尖的状态 然后呢在这个这个sample和这个mass detector之间呢 加一个很高的电压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sample一层一层它原子把它激发出来 然后被这个呢呃质谱检测到以后呢 然后再重新组装成这个原始这个sample的样子 那么你在zoom in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原子之间的这种interaction或者是原子啊 这种细微的这种结构的变化等等 呃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三维重构的一个录像 嗯 这种红色的点呢代表的是碳原子 其实绿色点代表的是这个涅原子 也就是说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涅原子其实在碳的这个matrix里面到处都有啊 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这个graphine这个shell里面啊 它其实有很多的涅的原子 那么如果我们zoom in看的话 其实在一些呃这个表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tom probe tomography它的resolution是很高的 你其实可以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graphine的layer 这种spacing可以很清楚能够呃resolute出来 然后呢它的top view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涅的单元子啊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分散在这个碳的基地里面 就是一个单元子的形式而不是一cluster的形式 而且我们呃有一个比较很好玩的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呃很多之前的这个单元子的研究当中 大家都普遍认为呢这个transition metal跟蛋的配位是一定的 就是说一般是呃这个metal蛋蛋四或者是蛋三等等的 一定要有蛋的这个配位 但是在我们这个specific体系下我们看到啊从这个这个massback的里面看观察到呢 我们这个nickel跟可能最多只有一个这个蛋的 在这么多的nickel原子里面呢可能只有一个蛋跟它有直接的chemical bomb 很多大量的nickel呢是跟碳直接有coordination 跟之前的这个可能略有不同 那么呃证明了我们有nickel单元子的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就更有信心去进行测试了啊这个呃 其实它的催化反应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随着电压的不断的升高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o的选择性啊 其实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点大概是90%左右 那么我们的氢气呢能够压到10%左右 如果把我们的nickel单元子和之前的那个nickel metal作为 比较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eaction pathway啊 是完全完全的这个颠倒过来这个nickel metal是基本上直产氢气 那么这个nickel单元子的话呢它完全呃大部分的是产co 然后它的稳定性啊也能维持的很好 而且呢这种core shear structure在这个呃催化反应之后 20个小时30个小时的催化反应之后 它还能完整的包覆这个nickel nanoparticle 以至于呢这个这个这个水是不能进入到这个nickel nanoparticle里面产氢 那么大家可能就问了啊这个你既然说nickel单元子是活性位点 那么这个表面的这一层graphene是我们需要的 而这个里面的这个nickel nanoparticle是我们不需要的 为什么你要留在这里对吧呃其实这是这个是很多大家当时的疑问啊 就是说呃你为什么不把它用酸泪止掉 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哪怕用很强的酸 然后去把它浸泡啊sonic的一段时间呢这个nickel nanoparticle就是洗不掉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graphene shell它包的特别紧导致你跟水之间 包括那么浓的这个质子啊你都没有办法进入 也就是说为什么hr在这个里面被压制住 因为你的nickel其实跟根本不会参与反应 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想法就是说既然nickel nanoparticle不参与反应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啊利用这种graphene nanosheets 直接通过这个graphene nanosheets在表面 dope一些nickel单元子 那么我们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nickel nanoparticle在里面 其实这个合成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control好这个你控制好这个nickel的precursor的量 然后这个graphene graphene oxide基底的量 然后其实高温一烧的话这个nickel单元子很容易就进入到它的 defects 然后通过我们的exas的研究啊发现这种都是很单分子单元子的分散 没有cluster的形成 那么啊这种nickel graphene layer和这个之前的我们nickel graphene shell的这个活性的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达到90%的选择性的这个electrochemical window啊会更高 会更大啊它的活性也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如果你把我们的催化活性啊把它normalize到每一个nickel单元子上面 其实这两套催化剂的turnover frequency这个tof啊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催化剂的形貌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活性位点都一样就是nickel单元子 啊进一步的话我们就想就说这个用graphene nanoshits啊 其实呢还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说在scale up的情况当中啊 我们在量产化的情况情况当中呢 这个graphene oxide首先它的成本啊非常贵啊 另外的话呢它的量产呢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我们每次合成只能合成几十个毫克 也就是做这个呃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些测试 那如果真正量产是很难的 那我们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nickel单元子的活性位点啊 能够把它就是模仿到碳黑这种机体上面 大家也知道碳黑很便宜大概比这个graphene要便宜1000倍 然后是很多工业的副产品 如果我们把这个活性位点的转移到碳黑上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呢这个低成本的一些量产 啊其实做法也一样就是在碳黑上面呢先打洞 然后把那个nickel单元子呢分散在上面以后呢 进行高温1n6啊500600度1n6 其实你的单元子就可以形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这个当然是受到这个实验室里面这个reactor的大小的限制啊 我们一次可以生产大概一克 如果你的reactor更大一点就可以当然就更大 合成这个量就可以更大 啊通过电竞的这个分析啊 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代元子很明显 可以也是可以很均匀的分散到这个碳黑的表面当中 另外的话呢你想把这个co2 reduction到co的过程skill up上 你不仅光要把这个催化剂可以skill up 另外我们这个这个电流密度一定也要skill up 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在这个introduction里面讲的电流密度特别小的情况下 你的经济效益是几乎是没有的 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当中一般传统的测试啊 是我们用这个h cell 也就是说呢你的催化剂呢 是静默在这个溶液里面的 你还原的二氧化碳呢 基本上是溶解在溶液里面的二氧化碳 这样就导致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就说呃你当电流一旦达到10毫安 几十毫安左右的这个这个量级的时候呢 你会把这个溶液里面面析表面的二氧化碳呢 就把它全部用干净了 用干净了以后呢你的电流最后的限制 你电流密度的限制不是说你的reaction的kinetics 而是受到了二氧化碳diffusion的限制 因为你的溶解度二氧化碳溶解度非常低 你电机表面至少百分之五个九吧 可能四个九五个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都是水分子 你可能只有百分之0.001 是这个是二氧化碳分子 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二氧化碳的利用率啊很低 所以我们一般呢 你随着这个电压的越加越负的情况下 你往往看到的这个选择性 CO的选择性 是上到一个非常高的平台 百分之九十左右 又会下去 为什么你加电压太大 你二氧化碳的diffusion 会limit你二氧化碳还原的一个反应 但是你的氢气 这个这个吸氢反应马上就能pick up 你看这个吸氢反应马上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的一般二氧化碳还原电流的这个电流密度啊 也就在10毫安这个量级左右 你就不能再上去 这是这个反应器导致它的限制 那我们当时的想法也是 借助于很多这个之前燃料电池的一些 这个mass transport的想法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燃料电池这种design 也就是说这种mea的design membrane electrical assembly 磨电机 如果是用这个ni exchange membrane 这个因粒子膜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激励的是 在这个castle的上面 我们只要通入 纯的二氧化碳气体 而不是溶解在水里面的 对吧 我们完全 这个去掉任何的液体水 而只是你在perge二氧化碳过程当中呢 你让它humidify一下 你通通入的是 接近95%以上的 都是二氧化碳气体分子 而只有百分之 这个低于百分之五 但是这个水分子在里面 也就是说你的浓度啊 完全的跟这个hcell里面 完全的发生了这个转变 你百分之接近百分之百的 都是二氧化碳气体分子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二氧化碳被还原了以后呢 生成的co就可以release出来 而且呢这个同时生成的这个oh啊 会被transport到这个anode上面 被呢这个oer的催化剂呢氧化成氧气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受到 在一定电流范围 电流密度范围内呢 就不会受到的mass transport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一批样品 如果在hcell里面测试 你看基本上10毫安左右 我就达到了这个电流密度极限 而且呢 氢气的选择性会不断的上升 样化碳会不断下降 然后在这个fewcell的这种 呃磨电级的测试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你到100多毫安以上啊 你的co的选择性还是非常高 接近于百分之百 氢气呢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 呃没有任何的mass diffusion limit 也就是一个数量级的提高 所以这种反应器的设计啊 呃用同样的催化剂不同的反应器 它所表现出来的活性完全不一样 所以反应器的设计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警示 就是说很大的警示 就是反应器对于这种催化反应器 特别重要 那么呃我们既可以把这个催化剂量产 又可以把这个呃这个电流密度把它提高 我们当时在这个哈佛大学的Roland研究所里面 呃当时我们有一个这个machine shop 我们就呢让这个这个机工呢 帮我们做一个自己做设计一个这个磨电级反应器 啊大概是10乘10厘米大小 也就是100平方厘米的一个面积吧 然后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把这个炭黑的这个催化剂涂上去以后呢 呃我们基本上啊在很低的电压下 基本上小于3伏的电压下我们整个这一个unicell 可以达到8到10安培的一个电流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大概的呃呃产生的CO产生速率啊 大概3到4升每小时 就是这一个cell出来 那么以后想量场的话 就说你这个cell可以不断的这个堆积在一起 可以上百个上千个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的选择性也会很高啊 啊这种 这种这个呃产生的效率啊 3.4升每小时啊 就比我们之前那个hcell里面呢 那是大不少数量提 所以这个产生的速率有可能会 所以当时我们让学生一定要在chemicalhood的里面 因为这个产生的CO啊 呃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一些损害啊 那么做一个很中间很简短的一个subconclusion啊 给大家share一下我们课题组的一些 做科研的一些呃心得和style吧 我们其实一开始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一个coachial的结构啊 根本搞不清楚这个active site在哪里 那么通过我们仔细的分析啊 我发现哎他是表面的这个 这个nico单元子在起作用 而跟这个nico nanoparticle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进一步简化它的结构 变成这种graphic nanosheets 让它的这个结构更加简单 活性更加好 再进一步呢 把这个活性位点translate到这个carbon black上面 更更加便宜的基底 然后进一步再设计这个电催化反应器 让它的电流密度更加的提高 更贴近实用化 那么另外一个二氧化碳还原反应的这个 产物啊也是很吸引大家注意力 也就是甲酸 其实它也是两个电子的转移 跟co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在催化剂发展过程当中呢 这个这种这个甲酸的选择性啊 一直能够做得很高 90%以上没有问题 这个甲酸通过这个计算的话 也是发现它也是有可能通过电化学的制备啊 能够跟传统的化工产业的制备啊 能够在成本上面啊有所竞争 但是呢在我们在做这个二氧化碳还原制甲酸的过程当中 其实啊大家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啊 大家也知道我们无论是flow cell或者h cell里面啊 我们的电解液都是液态的电解液 也就是水溶液了 也就是比如说碳酸性甲溶液或者是koh等等的啊 这些溶液或者是有些地方是酸性溶液 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就说这个电解液的这个呃功能是什么呢 主要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要保证我电极之间的电流传导呢 非常的efficient的也就是通过这个离子的传导 非常的efficient啊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用纯水在中间 两个电极中间你是没有办法这个开通这个电路的 你的这个电阻太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 这个液体电解质的这个功能就是液体产入的收集 也就是说二氧化碳还原呢 生成的这个甲酸或者甲酸根的时候呢 它是会溶解自动溶解到这个液态电解质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得到的并不能叫甲酸 因为你甲酸的这个你在和生成的这个二氧化碳反应器 二氧化碳还原的这个反应器里面 基本上是中性或者是碱性的溶液 那么你这个里面其实得到的是叫甲酸根 而不是叫甲酸 它不是一个酸性溶液 而且呢它是跟所有的这些 阳离子因粒子是混在一起的 那么你如果说以后我们想利用这种甲酸的话 那中间还缺少一步 也就是说这个虫化的过程 你要把这个甲酸从这个农业里面又把它分离出来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这个这个cost 而且呢很消耗能量也消耗这个这个成本 也就是说你之前计算的那些成本里面 你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分离成本 产物分离成本 那么你如果加上这个产物分离成本的话 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市场的竞争优势 那么我们的motivation 就是说能否通过反应器的设计 我们直接能够通过这个二氧化碳还原电化学呢 得到纯的甲酸溶液 而没有任何的这种impurity的ion在里面 这是我们当时的motivation 也是可能当时大家都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当时就由这个我的这个poster Dr.夏川来领先这个课题 我们的想法当时呢也是借鉴于很多 离子电池里面固态电解质的概念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呢 能不能把固态电解质的概念 引入到电化学催化里面 而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液态电解质 那么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阳离子 阴离子混在里面 我们想利用这种polymer based 或者是其他inorganic based 固态电解质来进行这个Ion conduction 在这个阴极和阳极之间的Ion conduction 然后这些固态电解质呢 它同时又不会溶于水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产物分离的功能和这个离子导通的功能啊 在电解质上面把它分开了 这个电解质可以很高效的去导通这个离子 所以你的电流多大都没有关系 它的导通率是很很高的 然后一旦产生这个甲酸呢 或者是乙酸等等的一些液体产物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些这个二氧化碳 这个这个刷氧水的这个产物 你会呢被这个电厂的这个驱动的过程当中呢 甲酸跟乙酸跟等等的会跨过这个阴离子模 同时呢在这边的OER啊 产生的质子啊会跨过这个阳离子模 那么这个甲酸跟和氢离子 就会在中间被导通的结合 在被中间的这个固态电解质导通 并且结合生成甲酸 那么中间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porous的结构 通过这个DI water的flow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产物都冲出来 是以一种纯的形式 没有任何的甲离子 硫酸根离子等等的这些 这个impurity在里面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fast iron conduction 但是它并不容易水 我们就以这个甲酸来证明 我们这概念是不是可行 也就是说我们合成了一些 这个bismust catalyst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固态电解质的 Cell里面上到100毫安没有任何问题了 然后这个选择性90%以上 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说你这个DI water 从这个固态电解质里面 flow过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可以调节它的流速 你维持像我们这个实验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维持100毫安每平方厘米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的产率 大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我不断调小 不断降低这个DI water流速 我就可以不断的升高 我甲酸产物的浓度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不断的这个流速降低的情况下 我甲酸基本上可以达到30%的 weight percent 也就是6到7摩尔的纯甲酸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阳离子 阴离子混在里面 而且它的稳定性会能做得很好 这个我们基本上连续产这个0.1摩的纯甲酸 可以产大概100个小时 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degradation 进一步的话 这个由我的这个访问学生的范蕾 进一步的优化我们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这个DI water flow 它始终把甲酸跟水还是混在一起 所以你的浓度 你在不断的降低这个DI water流速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对这个选择性和活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中间太浓了 你的甲酸也等于是这个sermodynamic potential 会往回这个dead flush 那么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通过这种inert的gas 比如说氮气argon这种 我把这种甲酸 因为甲酸的evaporation很容易 我就把它的蒸汽把它带出来 然后通过很简单冷凝装置 我就可以得到非常高纯度的甲酸 那么这个概念也得到了实现 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用这种非常干的 就是干燥的氮气从中间吹 我可以吹出百分之百 接近百分之百纯度的甲酸 因为你没有任何水在里面参与 你吹出来的甲酸分子的话 再冷凝出来就是甲酸的纯的甲酸溶液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NMR 我们去Sigma买的这种甲酸的定量 这个标样 它是大于百分之九十六的Vit% 它的NMR的peak 跟我们自己测试出来的 砍出来甲酸的NMR是很接近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纯度跟这个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是很接近的 但是里面很有很多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cell的稳定性 这个selectivity 以后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感觉这个可能要加速一点点 其实刚才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二氧化碳还原质 ACO 一个是二氧化碳还原质 这个甲酸 那么其实这个固态电解质的 这个固态固态电解质反应器 其实我们还可以应用到其他的电话去反应 包括这个氧气还原质双氧水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氧气 如果是设计好你这个催化剂 让它不走四电子 因为在fuelcell里面 你是愿意走四电子用搏击催化剂 但是我们想要质双氧水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调控它的反应路径 让它做两电子 走成这个H02miners在简易环境下 它过了这个AEM以后 同样的这边你要么就是HOR 要么是OER质子过来以后 你合成的就是纯的这个双氧水的分子 那么通过DI water flow出来 我们最高可以做到20%的weight percent 这里面这些数据的话 我可以基本上跳到 基本上就是说 选择性都会能做到很高 90%以上的选择性 而且我们浓度 基本上可以达到20%以上的浓度 而且很容易就scale up 像这个的话 就是用我们100平方厘米的reactor 我们可以达到20A的一个电流 一个电流非常大的一个电流 这里给大家分享 简单分享一个视频 这个就对这个技术会比较了解 意思是 警察 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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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水槽的距离 水槽的运动 現在的水槽是正常在银河中的尽管 水槽的水槽 水槽的水槽是水槽的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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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是有镜丽的效果 性能引起到参业的效果 自然的先用出屏幕的效果 由于用両方来指出了 这种刮功能引起给产光和両方现在的效果 应该是用力换字 这种效果 先用出过大支来说 本能看到的素质量是有镜丽的氧 什么也会达到这种氧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这个视频里面 把我们固态电解质反应器做双氧水 做纯双氧水的电话血反应 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也做会一些简单的应用 就是说我用我们的电话血反应器 直接可以合成的纯的 没有任何的盐 没有任何的杂质在里面的双氧水 我把它和我们在莱斯的校园里面收集到的一些雨水 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大家也知道雨水其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种水源 它里面但是通过空气下来以后 它会有一些很小的这种有机物了 因为这个休斯顿也是一个化工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测试大概发现这个雨水里面是百分之 sorry这个5个PPM左右的这个TOC 这个Total Carbon Content 但是德州的这个饮用水的标准是大概两个PPM 所以我们把这个雨水跟这个双氧水一结合 然后放在比如说太阳里面一晒 这个双氧水就分解掉了 然后再去测试的情况下 基本上你就能降低到测试不到的一个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边远地区的饮用水的解决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应用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去耽误大家的时间解释更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这个提问 或者是我们这个讨论来进一步的了解和讨论 然后我们简单做一个conclusion 就是说我们克里组的想法 就是说不断的做电话学筹划剂的设计 而且同时也在这个电话学反应器的设计上面 要推陈初心 然后解决我们实际卡住这个电话学应用的一些 这个卡住他应用的一些barrier 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汪老师给大家做的一个精彩的报告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给汪老师提一些问题了 然后我看到B站的这个直播间 现在已经有了将近10条问题 我自己先问一个 就是我刚刚看到您这个固带电解制 这个POWERS的固带电解制的话 我在想当时你们想到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得益于就是想到SOFC就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它这里面这样一个操作模式的一个运行 这个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倒不是想到那一块 其实我们想到也是类似的这个 其实是这个电池里面固带电解制的应用 因为电池里面大家也是一开始都是用的 这个包括现在为止就是液态电解制 其实是这个锂岩溶解在一个有机溶剂里面 但是现在大家就想去prevent 这种lacene dendrite formation 大家会去propose一些固态电解制 很多固态电解制 它也是用polymer做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就是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 这个反应器当中就可以解决掉这个产物跟电解制 是混在一起的一个一个问题 其实它的概念就像胡老师说的 这个概念跟这个固体燃料电池的概念其实是类似的 但是像SOFC他们通常是需要在600度以上工作 才能让氧离子它有足够的一个这个传导 然后在你们这里面 我想到这个钾酸根这个东西是不是更大 你们这个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这样一个传导 来让它提供足够大的一个电流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是这样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传导 其实它跟SOFC的这个氧离子的传导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是必须需要高温的 它陶瓷的这种材料 我们这种是叫做 这种是polymer based 也就是说Nafion这种polymer 这个Sophonic acid的这种传导质子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它在Room temperature之下 我们只要在polymer上面去functionize这种 Ion Conductor 它就可以非常容易传导 像这种的话 是质子传导 也就是说我们的钾酸根 它只是跨过这个 因离子膜 它并不能在这个porous solita里面存导 OK 那就容易一些 然后电流可以达到 之前我们也证明过 大概到partial current 可以到300到400毫安每平方厘米 没有问题 OK 那很大了已经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一块还是挺感兴趣的 然后有人问到这个做固体 以固带电解质做M1这个阻抗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你们应该测过 对不对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阻抗的话 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sickness 就是这一层的sickness 很相关 基本上我们之前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大概是几个毫米 就是我 你如果做太厚的话 肯定它电子就很大 几个毫米的话 我们的电阻基本上就一到两欧 在比如说4个平方厘米 5个平方厘米的电极这么大的情况下 也就一到两欧左右吧 可能有的时候 你的固带电解质的形猫 导电不一样的情况下 可能有的时候三欧四欧之类的 如果你在进一步的想优化它的能量转化效率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它做的更薄 一个毫米甚至更低情况下 你的电阻会变得更小 对 然后有人问到固态电解质组装成整个的一个cell的话 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组装的时候 组装的时候 当然应该是有这个学生他们自己能摸出来很多技巧 但基本上跟我们MEA的组装是类似的 就是中间加一层这个固态电解质即可 对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解决膜的溶胀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这个其实这个反应器里面最最弱的part 就是最弱的一点 其实并不是催化剂 也不是这个gas deficient layer 也不是这个固态电解质 更不可能是这个nafium 其实就是这个aem的膜 它的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跑几百个小时 有的时候就电流比较小的时候 100个小时200个小时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想做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的稳定性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是行业内普遍发现的 就是二氧化碳还原这个膜的稳定性 非常期待提高 也有很多的公司现在提供非常好的膜 这个也有很长足的进步 像以前的这种英里子膜 你是没有办法接触二氧化碳的 因为它就会跟膜里面的这种碱性的物质 会发生反应 那么现在他们有些新的技术 出来以后能够做到几百个小时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但是要想达到我们说以后 这个工业化的这种水平 肯定要达到几千个小时 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水平 所以还有这个膜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也鼓励这个感兴趣的学生 能够在膜上面 二氧化碳还原的膜上面 特别是英里子膜上面 更加的focus一些 我们科技组呢 这里就简单讲一下 我们科技组其实是想招一个这种人才 如果说观众里面 谁呢这个觉得自己做膜做得很好 可以联系我 ok 然后我看到有人问到这个使用的固带电解质 黄文化的剧本乙锡二乙锡本 是买的还是自己合成的 这个是非常well defined商业化的东西 我们其实一开始实验的时候是自己合成的 后来发现在商场 这个market里面去买的这些东西都能做 基本上都可以做 对就是如果以后像量产的话 产业化的话 这种东西商业化的东西都已经很ready了 就不需要我们实验室再进一步的去 去发开发这种大规模合成的方法 ok 接下来有关于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涅的单元子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你提到用酸洗 洗不掉那个石膜层里面包的一个涅合说明 酸的扩散是非常受限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二氧化碳也很难往里面扩散 是不是就是说里面的活性位点都是不再起作用的 对这个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graphene shell的结构 你只有表面是活性位点 你里面的全部被包裹在里面了 没有二氧连氢离子都进进不去 二氧化碳就更不可能进去了 所以它里面的活性位点是access不了的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呀 想做这种graphene nanosheets 或者是呢这种carbon black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单元子做的做到上面去以后 它还同时可以分散开 它的活性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涅 单元子掺杂这个碳的一个结构 是怎么证明是涅在起作用 而不是涅周围的碳在起作用 首先啊这个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你是说涅周围的碳 涅对碳的 我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是涅周围的碳层电子结构的影响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很好 其实之前有过debate 就是说这个涅的nanoparticle 是否对这个碳层的电子结构会影响啊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不会有影响 其实我们做过理论计算啊 两层石墨烯 两层石墨烯就完全可以屏蔽掉 你的这个涅的电子结构 对外层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墨烯 基本上是 呃这里可以看到就十几层20层了 这基本上不可能再传播出去 这种电子结构 它是很local的现域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表面可能有一些影响 但是在这个上面完全没有影响 而且进一步我们也证明了 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念nanoparticle的时候 这种single atom catalyst 就活性跟之前我们表真的活性 是完全接近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to tonal frequency是很接近的 所以大量的实验证明呢 这个还是蛋原子在起作用 跟这个涅的nanoparticle没有任何关系 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石墨烯上面挂着 蛋原子涅的话 是涅在起作用还是涅周围 让周围的碳在起作用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是通过理论计算发现 因为这个实验上面也很难去表征嘛 通过理论计算方面的话呢 我们得出这个碳周围的碳 它基本上周围的碳 但它都是没有活性的 它都是没有活性的 它的这个activation barrier会很高 要比涅要高很多 对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实验发现 就是不同的这个蛋的配位啊 它其实呢 这个对这个涅呢 都会有一些效果 所以它它这个应该跟这个蛋跟碳呢 这个活性会有点关系吧 但是你必须得要有这个 这个周围的这个coordination才行 才使这个涅具有这样的火性 有人问到这个使用的固态电解质 使用时是颗粒状的还是变成膜 如果是膜的话 怎样能将商业的颗粒做成膜 不是膜 这个膜的话 你的这个DI water就没有办法 flow过去嘛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porous 就是说你有颗粒的话 你把它呃堆叠到一起 它其实这个颗粒与颗粒之间的孔道啊 就是就是可以水就可以很自由的通过 把它做成一个porous的结构 嗯好 然后我看 呃啊 我看后面可能有一些问题 问的不是很专业啊 就是我我想回到前面有一个 呃同学的一个提问啊 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 王老师也是我们90后的一位 杰出的一个青年学者 呃我觉得在这个场合可以向王老师啊 请教一下呃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这样一个科研啊 谈一谈自己的科研心得可能对于呃我们的广大学生和青年学者有一个呃更为重要的意义 就是你自己对这一块的领域 首先这个大的领域对吧 我想做新能源 我想做这个生物等等的这些大的领域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判断对吧 然后呢 其实在细分领域当中的话呢 呃每个领域之间的这个方式都差不多 但是你如果选择了一个细分领域的话呢 呃我觉得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 多像别的已经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多学习嘛 文献很重要 另外的话呢 但是文献我我个人觉得啊文献可以读 但是不要读金而不要读饭 也就是说不要所有的文献我都读 我觉得这样其实会对自己的creativity啊 会有冲淡 其实我在phd的时候我读的文献数量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很多的这样子 其实我读的这个质量会高一点 比如说 一些领域外的paper我也会读 因为很多情况下是领域外的一些概念 你引入到你自己领域里面 就比如说这个固态电解质 你光靠我们自己做电话学这个H cell啊 flow cell去想 我是想不到的 你必须得对其他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锂电池啊 太阳能电池 这种领域一些了解的话 他们里面很多概念 引入到你的电粹化里面呢 往往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呃这是一点 就是说如果文献读的太杂太这个 这个宽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你的思维也会受限 就是说感觉这里也被别人做过 那里也被别人做过 其实东西也不一定一样 读文献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在做科研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善于发现 其实我们很多的呃发的paper吧 或者是结果成果吧 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要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一开始给学生呃设定的目标是 ok你做这个 然后呢其实是呢 他做的过程当中发现 哎这个现象好像跟我们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好像我这样调整以后呢 我最后能做到另外一个点去了 跟我们完全之前想的这个project啊 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两个project 那我是很鼓励的 我觉得这种其实是这才叫research嘛 对吧 你不是说你一个research 如果是说一开始你就能决定你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不叫research 这叫做routine work 对吧 如果是research的话 就说他有很多不确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科研他的魅力存在 其实很多情况下的这种发现啊 都是很random的 我们之前有一篇工作 就是做这个呃电化学氧化水做双氧水 其实当时就是很random的 用一个呃防水碳纸去做去做测试 其实大家可能用水水氧化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想到用防水碳纸 因为他水是不浸润的 那我们就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发现哎居然能产双氧水 所以发现了这个这个local oxygen 对于这个水氧化passway的调节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种random的discovery 我觉得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做的 嗯对 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是完全按照设定的逻辑 去去去去走 也不是说就是没有按照预定的逻辑 产生结果就就就应该放弃这个东西 可能应该往其他方向去想一想 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是的 对 好 呃呃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报告 啊也就只能先到这里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更加专业性的问题 也欢迎到我们的呃回放的视频下方留言等 王老师有空的时候也可以上来啊做一下解答 啊我们就再次感谢 感谢王老师今天的一个精彩的报告和解答 然后我最后做一个两分钟的一个总结啊 和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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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我接下来想对呃下一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是在8月17日晚上的7点啊呃报告人是来自于蓝州大学的陈鸿娟博士和中南大学的王海燕博士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两场报告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收邀进科研云的交流群啊 啊加好友之后还可以通过朋友圈点赞的方式啊 抢先抽取活动的一个奖品 好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于科研云能源学人的一个关注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后续发布的一些讲座信息和视频信息 同时再次感谢今天的两位呃报告人啊 啊感谢各位大家下次再见